我看到了都会回答的啊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人啊 这是黄山的第一站 这个地方呢叫做文书院啊 以前叫做文书院 有一句俗语叫做不到文书院 不见黄山面啊 来这里呢就是您和黄山见的第一面 看一下对今天的黄山第一印象是如何的 天然大空调 看着好凉啊 这个地方的温调温 空调温度呢开的是15度啊 非常的舒适啊 非常的舒适 给大家来说一下 你们对黄山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好看 还有说什么的 这个位置多高 海拔高度1710米啊 欢迎九叔 主播小姐姐小姐姐露个脸啊 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啊 我们把赞赞冲一冲吧 赞赞冲到4万 主播出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啊 小小要求啊 或者大家帮我点10个灯牌啊 我也出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我们上 左上方啊 有一个关注 点了关注之后 您可以亮个灯牌啊 10个灯牌 主播出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啊 谢谢我们九叔的掌上明珠 感谢感谢 下午好 难得看我下午也在直播的啊 嗯 谢谢你们 感谢你们 石猴在哪儿 那是在后山啊 我们黄山呢 骑松 它是排在首位的啊 骑松怪石 云海温泉 大家看一下 我们眼前的这些绿油油的松树 觉得它骑不骑啊 觉得骑的朋友 我们可以打个骑哦 我给你们来介绍一下 它骑在哪里啊 黄山的松树呢 骑就骑在它的造型上面 造型像不像啊 一朵朵的祥云一样啊 而且它的树冠是扁平的 还骑在它的生活 生长环境 生长环境上面啊 黄山的松树呢 几乎都是没有土染去滋润它的啊 它都是以石为母 以云为乳啊 有很多朋友说 你们黄山啊 常年都是在云雾当中啊 一年到头都看不到什么美景啊 都是这种白雾茫茫的天气 让人家怎么玩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植被 就是需要这种雨雾的滋养啊 风吹过来 把雾吹到树木上面 停留在树上 我们的树木才能够汲取 大自然给予的养分啊 黄山的棋松对吧 大家喜欢看黄山的棋松吗 喜欢的朋友 咱们能打个喜欢啊 觉得在零零的直播间 待着开不开心 觉得开心的朋友 我们也可以打个开心啊 我希望我们直播间的 哥哥姐姐们呢 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 我这里热不热啊 我这里一点都不热啊 我问一下大家 你们的城市温度是多少 我们这马上要刮台风了啊 刮台风山上得有十级阵风 到时候给大家播一下 我们大风中的黄山松好不好 给大家来感受一下 大风中的银克松啊 四十度三十三度啊 这个温度对黄山的山顶来说实在是太高了啊 我每天在这里啊 我下山都不习惯 我每天在这里的温度只有多少度呢 只有十五度左右 我觉得特别的凉快啊 我一下到半山腰之后啊 我就觉得热得不得了 热得不得了 你看我们的云雾啊 都是随着这个风速啊 云速的在这里攀爬 在这里攀升啊 大家觉得这个景色美不美 有没有一种在天庭的感觉 觉得仙的朋友 咱们打一个仙啊 仙气飘飘的啊 就跟水墨画山水画一样啊 美不美 家人们 觉得美的我们打一个美 影雾山 你看我们黄山 它就是一个天然的养疤啊 天然的养疤 天公 美我美 我们对着美景也来点点赞吧 你看看看美景 心情都好了哈 在黄山山顶 感受夏日的一丝清凉 清凉世界啊 欢迎大家来黄山避暑啊 你看我们游客朋友们 都在这个风口上来吹吹风啊 想和你一起吹吹风 我们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想带谁来一起吹吹风啊 欢迎七铃哥 欢迎吴妍 恭喜我们24位朋友 重得零零的福袋哦 我继续来给大家 发上一个福袋啊 大家帮我的赞赞啊 也继续往上点一点 辛苦大家了啊 鲜美啊 人间仙境 此景 此景只因黄山有 人间能得几回文 物色苍茫 看静松 这个下面全部都是 黄山的松树啊 好美啊 真心觉得美的朋友 我们一起来打上一个美子啊 我也觉得特别的美 给大家来看一下 黄山的这个索道呢 就是在云雾当中穿行的啊 你坐上我们的玉瓶索道啊 索引黄山 道尽无穷 对不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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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